大家好,不够人,不够人,星期日,兼假期缘不,人少就正常,等多个会议,等够200,轻轻等一等 听着说过,涌进来了,没办法,不但什么,都没什么话题,很可怜的,哪有新闻 难道又说死人倒楼吗,50多人又死了,好像还是高企2万,看了的,不要留下图 天气是冷的,不是太环境,新年是要冷的,不过不是农历新年,新历新年 昨晚有没有跌回,哦,立刻跳回上去,看完广告的人涌进来 昨晚有没有看我去这个直播,跨年直播,跟牛哥等人,吹一纯水 昨天其实是有点伤风的,但是昨天两条片你不觉得我有事 现在你也不觉得我有事,有点痰,小小兴,喝了一包河老大 就这样了,现在没有了,一会儿喝多一包,昨天做三个节目 你也不知道我正在病,所以身体好,不是说笑的,是吧 那我当然做了快策,去别人那里,是吧 其他那些不知道怎样的,开头,尤其是郭伯在那里 快策没有了,没有事,没有事,真是,久违了,因为这叫做伤风 以往我每年都要伤风一两次,就是,我是喜欢有些病的 就是让人有机会,好像是reboot那样,就是休息一会儿 因为我每天都吃很多东西,那吃少点东西,那人会瘦了 但是没所谓的,没所谓的,病一病的,那我其实是遗憾的 最好昨天,哎呀,中了,是这样而已,又没中,还是没中 那就没有了,很奇怪,各方英雄,好汉都说,吃东西咯 推又不是,行山,吃东西咯,推又不是,当然不是啦 那就难得啦,没所谓的,遲早要中一次,不过不要在这些阵中 我始终觉得,心理上舒服点 好了,找了个话题,跟大家吹吹水了 今晚依然有lecture,lecture是录定的 大家可能看到,已经出了预告了 是说我心目中的十大英雄,五大英雄,排位 以及为什么他们是我的英雄 一众人已经很敏感,不要说这些 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依然坐在他身上,我照说 有些,一般人说不要这么说啦,得罪人啦,阿伯你小心啦 得罪李家超,很小气的 我的话题,今天,现在的话题,就是一年测试回股 李家超的一年测试回股,半年,他做了半年而已 大家都记得啦,你觉不觉得他很差呢? 如果现在,你就不会说是 初那几个月不是的,他不错的,民望上升了 8月50,8月中的时候,他有民调做过,7月上升了,8月中 8月中,他的民调是55分,记不记得? 那时候还说,林郑临走的时候30多分 现在有没有民调呢?她现在有多少分呢? 大家热切期待,到了40分了 那大家总之,心中有数啦 政治学里面有塔西陀陀阱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土字哪个塔? 西,西方的西陀佛陀的陀 企人哪个陀字?一个他字的陀 我按白的频道就可以找到的 我做过一个频道讲过塔西陀陀阱 这个很常识的而已 已经提过他的,他照样跌下去这个陀阱 所以这些陀阱是多... 就是那些人,你自然会跌下去的 就是说他会漸漸地,所有东西都是被人罵的 年终到年尾,经历了这么多时刻 这么短的时刻 他已经由55分,不知道他跌下去多少 总之就不会是50分以上 你说他这半年有什么 不妨大家留言,我们讨论一下 吹水性质,为什么好像没什么 有,有,有,sorry,sorry sorry,有些留言 我放大这个,就是全屏 好,好,那... 你觉得超最致是什么事呢? 好像不是很多 我数回头,原来又不是特别多 不过最致的那些要倒数的 最致当然是人大释法和这个... 人大释法和防疫,这两个东西 很致到爆炸,特别是防疫 刚刚那半年,你试想 他失业上升的时候 几千人而已 没有几千人,两三千 好像不是两三千人 应该是阿查婆临走的时候 压到一千以下 那时全世界都说服尚了 取消口罩令 不是,不是取消,打一针,取消口罩令 那他不肯 好请不请,上了奴重贸做军司 那就不要,不要取消 那就一路全家产 到现在,几日前突然全部取消 那你一国两制嘛 我选他为策势之首就是这样 基本上,你完全可以避免整个香港的经济衰退 那现在就很高兴了 我们终于放监了 可以经济振兴了 你看啊,不是一回事的了 因为你脱离了世界经济圈 人家很多的产业链转了 老共也转了 有些要由头打江山的感觉 那香港呢,也不知道 那当然因为他 就是 开关了 就好像突然间有些 有些人憧憬一些 大陆人来买楼 所以那些楼就升了一些 那些股就升了一些 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件事 这些事情可能是炒消息 炒消息,然后 卖给你,就是走人 就是这样了 其实是会有些人一起去吹 哎,北水啦,国家队来救家啦 地产啦,那他 反过来就卖走人 那从来都不欠缺这些 那你看大小,看多些经济数据 是,那你才能做投资的决定 是,是 投资香港股市呢,股票呢 一般粗粗的没事的 我都入了些,年充的时候 是,一起一跌之间 没事,还赚了些 那就不说啦,个人的东西 就是呢,留在香港嘛 那我,公用股那些 类似的东西,没问题的 就是,你当是退休 收一些息高一点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那问题呢 整个经济呢,不会 不会有奇迹的反弹 因为取消疫情 那因为国内就一取取消了 那就跟着那些形势会变的 我觉得 那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1月8日之后 出现大量的意外 死亡 这个祸 是超过的 是吧 如果没事 没事就好了 放得好 你老闆 如果没事 你为什么不七月之后放啊 你家车 又是错 是不是又是错 我一直骂他 从一千升到一万到两万 都不肯放 是不是 九月的时候 放过的 还是零加七 是不是 九月那时候零加七 不肯放 主要就是国内这样的情况 香港早就爆了 分别在这里 现在呢 升上去 死亡人 是正常的 因为那些三针 那些旧期 你不是说打针那些有用的 继续打有没有用呢 就是你自己想 你相信那些人 你就继续打 以求保护 太多你旁边的人说 打了一照中 正常 打了三针一样中 根本就多一块鱼 因为你不是打下去的 有事保护 有事防疫 没有事保护 不是的 你打了其他东西 会影响你的免疫系统 外来的东西 不要乱吃 传统智慧 所以 究竟 这个防疫 埋单 你猜不到 是吧 如果你说 阿插婆 头半年 她埋单 说真的她是刚好 是吧 如果她继续 我估计她放了7月 我估计她放了 因为 就是问阿超 阿超不想放 那她当然不做 不动 因为她在离开没错 她放了你 待会收回 那她就打脸 那她那个做法呢 是群体免疫 阿插婆 其实变相群体免疫 谷爆了 2月那时 当然死了8千人 那我们追究她 就追究她 她 追究她 为什么整出8千人死 是吧 没有做好这个防备 但是第二轮 现在再有同等事件发生的时候 你还怎么可以 你还怎么可以赖呢 你和草谋啊 你那帮人又出来哭 那怎么办 那就算了 是吧 所以呢 有你没你了 我都说了 我不是很开心的 我不准备大量出去消费的 你看看 一天死了57人 最高峰的时候 平均三个月里面 都是每天死100人 8千 是吧 那分三个月 就 200人 100多人 是吧 一天 所以现在呢 当然没有那么多了 一定少一点 但是都是啊 那你 如果一封 一开关突然间爆祸 爆疫 那超什么 就算不爆疫 那也没有好处了 是吧 经济又不见到复苏了 那你说 问回头 他半年前做什么鬼 都不肯火 是吧 当然了 如果我们 善良一点想 中央的意思 看来看中央是自己决定的 里面 里面封了的时候 二三月的时候 插旁就决定 弃爆它 那就可以了 接着梁万年下来 没有说叫你全民检测 如果当时要杀停是全民检测 立刻全人类不出街 那就真的杀停了 那就没有群体免疫了 你明白吗 这些死老人还没死 现在一样的 一次过和分图广播 分开做一感解 所以阿超 无论他1月8日 就是成功与否 他都是错的 成功就证明从来不应该 是吧 从来不应该阻止经济 半年 失败了 明明已经有失败的先例 你又做多一次 你又没有搞错 所以 他是没有运行的 好了 第二件测试 倒数中 人大释法 刚刚讲完这几天 很开心的讲了几十次 我看来看来也是 大家主要就是看看他 昨晚郭伯说了一件事 为什么他 律师不在他身边呢 就是林定国 我想不关事的 他没有叫我林定国 因为林定国 不一定是贊成释法或者怎么样 他和人大释法 就是他自己 没有其他人在他身边支持他 感谢 兜巴掌握了他 还要感谢他 是不是奴才 掌嘴 然后还要借主龙恩 那盖了什么呢 很明显 我再三重复 大家看回当时的新闻 是这么简单 一个月前的新闻 八点要求 一点都不理他 然后说了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 虚无缈的事情 你自己决定 他要求问 是不是所有外外的律师 是不是 外外的律师 都不可以参与国安法的 不可以参与国安法的审判 因为保密理由结果 这样 如果你这样问 只是一个答案 是同意 还是不同意 是不是 他当然是预期同意 因为上面都是叫他释法 一定是的 其实给了信息他 你叫我释法 那究竟这个过程是怎样 中间怎样转接呢 那他那帮鹰派 还是他的消息是错的呢 完全不知道 是吧 我们不知道的 这些是保密的 但是他那帮鹰派 梁美芬 梁振英 突然间不出声 那阿超就吃了 阿超就藏板挟津袋 自己也没拿 相信你们 喂 怎样啊 怎样啊 啊 只有汤渣出来 嘴嘴搏地说话 好像说 都可以的 但是呢 其实就 没有的 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 但当然刚刚假期了 你还没见各方的评论 你看到各方的评论 跟着就说 哦 可以了 识法了 厘清了一些法律的意见 那Muffin 为什么不做呢 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办 了 拿面子 我都不让他做 我争论他 你又不通 你说不是 就是 因为你如果不让他做 你即是得罪中审法院法官 因为他们拼了取 我认为没问题 你也说有问题 是吧 那当然啦 審到的时候 審到的时候 你突然间 丢了些 真的很机密的东西 出来 那大家要 要量解 是不是呢 如果是 如果是 有真的很机密的东西 应该都不会在法庭里说出来 因为这些涉及外交的 这些判他有罪的 所以其实是困难的 是困难的 那 因为你在法庭说得出来 虽然你 就算是全面报道 关门 只是控别搜罗斯 看着 那些官 有几个官 那都未必能报到密的 所以真的 还有有些话说不出口 例如 例如 我们要他做人知 这些没得说 这些是国家的利益所在 没有的 所以永远有些话说不出口 这些时候就给你一个权利 你去DQ他 但是究竟 究竟你的DQ 一个T-Movement 你出口不着 你有没有办法阻止 机密外资是一个问题 而 他比如说 我找另一个 这个不管DQ 那我又申请一个 又DQ人 那我然后三本 又申请一个人做律师 那你就大乱和 永远不用審 好吧 反正都做人知 全世界都看着你的 是吧 全世界都看着你的 所以呢 相信你不过 是吧 还有你那些人 在旁边 哪一条黑路你走那些人 你小心 这个我看到 我多好心 我提醒你 就是我觉得周围有些人 哪一条黑路你走 这个就是隐忧了 半年里面我看到的最大引诱,他上场前,我已经说了,那四百多号已经揭露了业民了,包括他上司,前黎动国,直言他不行了,保安局局长他做副局长的时候说他不行了, 为什么他升职呢?总之就是老共要,执行的问题,不止他升职,很多握枪的人都升职了 这个文化,今晚和Jason讨论一下,究竟是AO文化还是握枪文化呢?如果握枪文化,我了解两回事 我不是握枪,我都算是,半纪律部队,联署,我都很明白他们的教育,不需要,要厉害,要威力 那些情况是要的,纪律部队不开这么多声气,当然要做 问题是,你现在做特首嘛,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地方,是找个警察首长做了上去做领导人之后,非常之成功的? 军政府都有,有哪个军政府是成功的?就是如此而已,是吧? 香港就变成了,拿枪军政府也好,拿枪政府也好,他已经很好的了,他不恨到不是的了,超哥 我们都不觉得他是一个,邓炳强就丑人做了,但是超哥呢,可能他分工的问题 给不到的感觉他是,就是会很恶这样,但是那些人又开始见他整天苦口苦面 就不看得起他了,开始挽救他了,不单止是这样,你看其他事也是的 那就特别了,我觉得他有几大范囚的人都不妥妥他 传统的阻子是不妥妥他,梁振英都不妥妥,觉得不是自己人 但是呢,都要跟他合作的,是吧?但是小事玩你就当然了,传统阻子 但是A.O.呢?A.O.当然了,你都不看《Yes Minister》那部剧,是吧? 想你死也很容易而已,A.O. 你都要靠他做事的,你干什么?你选我?我怎么选你?我给你三宝一層 你自然选最坏的那个,通常给五个人 通常是,老闆给老闆意见 所以领导能力是要你自己有,你才可以 A.O.是最好的,他做事的方法就是 把正正反反国方向意见给了几个人 当然啦,好心的,暗示你要这个啦,暗示之类 不好心的,哎呀老闆好,那就是你去选最差的那个 最终一定是你自己选,你自己选 而你又,啊?这么聪明?中学生拜伤,对不对? 那,三民门当然是笑咎你啦,那你明白的 我相信你不是不笨的,看不起啊,每个人都不服你 但又不会说出来,那你想想,四面楚歌这些情况 超哥真是辛苦,我认为是辛苦 不过你撕发人嘛,就是等于张举能 我都认为他撕发人,是阻了上去了 现在面临,分分钟被人制裁 几个人害怕的事 好了,那,继续看一下测试啦 郭琪哥哥事件,Google事件 他都表现得没什么决断能力,也都解决不了 那,最有趣的是梁振英就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去玩够他 显示,我都搞定,你搞不定 又令到他有一个无能的感觉 在中央,梁振英不是一般小市民 一般小市民搞不定就开心了,开心的 甚至觉得超哥好东西就任由他 超哥不搞我们,我们继续荣光 继续看荣光,继续开心一下,有空讲一下这些东西 你应付不了就最好了,是吧? 有空拿来做笑话,是吧?有空拿来开心 诶,我们借荣光又排队啊,这样 接着又去哪里比赛又有什么 最初他都,他都办事的,不行,不能接受 后来不是了,醒了,推回到下面那些契题那里 那你们搞定他,接着陈国基那些,邓炳强那些 破坏了,和纪律部队出失都未必须理的 纪律部队,就是那些陈国基,卓永兴 卓永兴不知道,陈国基看来都没有东西 就是自己知自己的事,可能是最帮得到他的 但是没有啊,就管咯,掃动小贩那些,那些他就聪明了 你可以,喂,警察不懂赶小贩那些是警察什么 我们小时候,以为警察主要工作就是赶小贩 当然了,现在警政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 抄牌和赶小贩是警察的工作 现在不是,现在是吃玩,现在有黄脚籃,为什么呢? 都是说这些东西跟市民冲淡 跟警察比较高一点的,工作理想不同的 所以不要这样,是不是? 社会进步嘛,但是你用那套 用那套,去管就可以了 当然了,帮友就说换换换的,陈国基那些 你主要呢,我说你要陈国基做司长呢 有个握枪做司长呢,你的特首就不肯是 一向都很简单的逻辑来的,英国佬 英国佬就是这样的,即是 这个政务司长一定是本地僵来的 而且可能是港督弱势,人的性格弱势 比如尤德的时候,他就找霍德去辅助他 是不是? 那跟着彭定那些强势,立刻就赶走了这个霍德 找了陈方当身,更强势的人 都不是强势,陈方没有强势过 这个阿婆没什么用 很多人喜欢他,我都不明白 那没得说了,废鬼事 废鬼事说他了 国旗国歌事件都是应付不了 而周边的人呢?我同情他的 那应付什么呢?怎么应付呢? 执执薄算了,其实他就是执执薄了 但是你因此就给周边的人 特别是梁振英 还有叶某都玩他 他们就高调出来 你让我来 想争取表现 你想想这些人全部在周边 就想谋他的位置 或者不相信他 主要我觉得两个人都在一起 就是你问我 他做不做得久呢? 就是阿超 以前的 以前的习近平呢? 我们觉得他一定做足五年 面子问题 就是插婆都给他做足五年 今天的习近平好像性格变了 真的特别人害怕 习近平的性格变了 突然间一百八十度转 当机立断 白纸革命之后 突然间共用 急速改变 这些是特别人害怕的 原来他还有这一方面的性格 狠一点上来可以 完全推翻自己的习惯 令到你没有想到他的心里 真的可以做到胜意难测 这一方面 习近平 阿超就不是了 阿超不能够 周围夹着他 床板夹窗袋 苦口苦面的人 整个家嫂的角色 又是贼了 其实你问我 知道这件事麻烦 我就不断以表阿泰 他也算是这样 不断以表阿泰 然后交给警察去查 他聪明了 算好了 但始终觉得他为什么处理不了 又不满意 你知道北京的老闆 是这样的 那他就烦了 好了 再看了 等了半年终于请了个黄元珊做 为什么要请黄元珊呢 你行政会议的人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说不信得他们过 行政会议的人 就是指派给他的 是分饼 大家都明白 所以其实不是他的中心治狼 跟彭定康 跟以前那些港督不同 以前那些 他有统治的自信 请你做行政会议 你都三生有行 你看看李彭飞回忆路 突然有人 霍德 不不不霍德 尤德 尤德打电话给他 我打了电话两天 你都没有回覆我 不知道你打电话给他 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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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想叫你做行政会议 你做不做 当然做 这样做了 他都说 你是工业家 typical 好 观察你的言行 就可以了 那你自然要忠心于我 那当然忠心于他 对吧 所行政会议的人 都忠心于港督 肯提供独立意见给他 但是现在那些不是 那些是分饼 我有位 你有没有位 然后就说 你们一起去辅助 阿超 跟着 各个人有不同的派系 那当然 不是 他找回自己的智囊 也是对的 等了半年才找 你不是一上任 你未上任 我都已经提醒你了 小心 周围少人多 周围少人多 真的你要看 韩伯是客观中立的 是吧 虽然把口不好 想你笑够人 客观中立的 早就告诉你 你很危险 周围的人 随时动你 所以你要找智囊 要早点找 而且智囊要有点力才 是吧 这位袁山 王袁山 看看怎么样 他是红材大略的人 可能就不是 你知道金融界的人 都很少说红材大略 最厉害就是 如何赚钱 炒 那些能力 投资银行是什么 全都是高级赌制 你这么看才行 所以他的能力在哪里 在哪里 真的不多知 你有没有领导能力 去组织一帮智囊 一帮顾问 你看他 你找什么人 以前的中央政策 找一些学者 客观点可以做研究 现在你还是可以 负责分批 project 找人研究 都可以 但你又好像不是学术界 然后你说智囊 你是不是认识很多三三五个 古古怪怪神神奇奇的人 认识什么呢 很有智慧 可以 即是很明识的人 要几十个都是 然后不会被相差异 难的 但起码你早点组织的人 早点开始 现在半年才做 又是一件 即是说 你看到阿超 领导能力是没有的 即是不行的 他 纪律部队里面的领导能力 纪律部队里面的领导能力 我做过 跟你一个政府的领导者 差很远 如果你一个正式的香港领导者 你想想正式的 香港不是民主化 但是民家力量很大的 是不是 早就已经是了 公民社会是很强大的 跟西方一样 所以你同时要领导一个官僚体系 也同时要 懂得跟各方周旋 一样的 你想想阿超 以他 纪律部队的经验 有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呢 大有疑问 是吧 很下观的 我这么说 是吧 你知道做AO 做AO 训练做领导能力的人 是把你逼在不同地方 做了很多东西 很多年力 才可以到顶部做了一个 决策者 英国人培养AO做了决策者 在香港来说 你本来继续以仲他们都可以 但是你觉得这些人不是中心 那就换了个头 那这个头是否要特别有领导能力 共产党不明白这件事 因为他没有分的 你明白吗 共产党是没有分的 所有人都是中心于党的 他觉得最终你就算很坏 你也是要中心于共产党整体的价值 香港就不是 香港多元 有些人中心于钱 有些人中心于民主人权理念 这些东西 也有些人没有中心 他都不知道 睡醒觉就升职了 这个叫李家超 一觉醒来 我做了特首 好了 再有看经济不振 APEC 去到APEC 除了跟习大 拼到习大 看一看他 同场同框 跟着走出去的时候 拍拼拼拼 除此之外 得到什么呢 香港的经济提振了什么呢 搞完峰会了 搞完 七人揽球赛 杜凯荣 依然是死水了 谈害 现在终于 大刀阔斧 最后一条底裤都脱了 水就退到七七八了 现在终于见真章了 很快就见真章了 是吧 我们祝大家 在未来一月的浪潮 一月二月的浪潮里面 企稳 是吧 就是 钱都会稳得容易一些 因为突然间多了很多大陆客人 是吧 小店 但是疫情会不会令到大家更加困惑呢 是吧 可以的 大家就 找小阵 押后一下 是吧 好 今晚继续 跟Jason做节目 话声都有一些 有些谈 好 先说到这么多 今晚还有两个节目 so must go on 看看先有没有 哎 没有什么人留言 听而已 好了 算了 不是不是 那些东西还没弄出来了 那些东西还没弄出来了 好 休息了休息了 好 明天见